那個Size 你就只要管什麼 把字打上去 按右鍵 然後再Edit Test 3 你會想說他底下不是還有456789 其實非常簡單 這個按住有沒有按Ctrl鍵 放在這裡面 多一個沒有 再按Ctrl鍵 放進去就好了 這樣就做出來了 這個方法的話很快就可以佈局完成 所以你只要Linear Layout 橫向縱向 反正跟那個 在玩那個拼圖一樣 拼一拼我看大部分的Layout就可以搞定 那你說其他要不要用Table Layout 或者是用什麼Friend Layout 有的時候如果你不想那麼複雜 你就Linear Layout 兜一兜就好了 初期的話應該大部分的App 大概都可以做得出那個樣子出來 那如果你要做很細的話你再用其他的Layout去做佈局 那其他這個地方你就改成456789 那這樣就做出來了 再來的話如果說你要讓他有動作的話也是一樣 在那個Button事件 Button上面建立個事件 事件的方法就宣告 連結嘛 再來 打一個什麼呢 事件 當按下這個按鈕之後 會在哪邊出現 數字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也是下學期課程裡面會講的這個Sample 就是點下去你可以 這個按鈕就是真的是可以打電話 按個 撥號 就可以撥了 有時候其實 好像老人家比較看 就是如果說他 有時候那個字太小 對不對你就會用 快速鍵 類似像這樣按下去他就可以撥給 某個人的App 如果 客製的話其實用這個來寫非常快 兩三下就可以寫出來 一個App 所以這部分我想各位可以試試看 這個地方 各位可以在Hello World 或者你重新再開一個 新的一個專案也OK 然後各位練習一下 我剛剛用的 再把重點提示一下 第一個 Linear layout裡面 這個地方拖拉到裡面去 然後呢 這邊改一下 好吧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這個部分 這個是版型的 基本的設定 基本設定 那一般的書裡面 所講的 都是用 程式的方式講解 所以你們如果買書回去看 我大概坊間看10本大概有 10本都是 用程式的方式講解 很少用那個圖形化工具 就是Eclipse 因為 開發那個Android 不一定 只有用Eclipse 其他也都可以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圖形化工具 講的很少 那坊間在介紹那個 Eclipse工具的書也很少 所以這部分有些是自己摸索出來的經驗 然後